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冬天来了 冬天来了 蜜蜂会跑走 要不要跑到哪里去 在2013年尾的纪录片热潮后 2014年一开始 在台北电影节 拿下百万首奖 又敲响金钟的竹朝人 继续带领正视 台湾这土地上发生的事情 从2011年遥远星球的孩子 导演沈可尚 这次以竹朝人 更深入自闭症的世界 他有很多的习惯 不单是我 我许也许是一般 跟那种保护的人 他会捡很多东西 只有图形的 我们家隔壁工地 捡了数百块 磁窗回到家 慢慢洗 然后堆积在那边 我告诉他你要一块 他说他就是要那么多 因为在遥远星球孩子的历程里面 立腹给我印象很深 就是他很大一只 但他做起事情来是极端的专注 跟小心翼翼 很工整 但他有时候又很 情绪上比较不好 他就是对于有潮这件事情的东西 特别的感兴趣 对 然后他就抓了很多很多的蜂窝 片中失掌于单亲家庭的自闭症孩子 所有生活起居 最不安的内心对白 真实摊开在世人眼光下 导演为了不让观众片面 以画面决定对错 选择在沉默的环境 加上强烈的对话 再再抨击观影人的脑海 你干吗 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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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泡瓶瓶 安丽 哥 安丽 哥 不可以 不可以 安丽 哥 你干嘛 你可能考虑把他收起来 我们没有努力 我们换个去可以 所以不太可能 我让那些镜头去 让观众片面的去同情谁 或否定谁 但是我又想要去呈现 这个家的氛围 或他内在里面真的内心的话 所以我后来决定 把影像全部拿掉 只用声音处理 就是我认为声音 是一个比较中性的 在你没有看到视觉的时候 你对那个声音 会认为是一个状态 你那个状态 因为你看不到影像 所以你会比较有 自己的组织空间 而让导演最难以忘怀的 就是这一幕 在《历布过生日》那一片的时候 你可以靠着这么靠近 然后去仔细地观察 一个充满不安的事情的发生 会紧张 等一下会不会发生什么样的 不可预期的事情 但你内在知道 就让它发生吧 就让这一刻发生吧 过生日不快乐 电话 你骗到我这样打我 就把我专门扎死你 无法稳定情绪的利夫 不能理解什么是摄影机 什么是纪录片 但随着导演一年半的相处 渐渐熟悉 虽然他是自闭症的 和你很不一样 但是你们有一些关系上的变动 从那个 他还开始叫你 那个光头 到 那个光头戴眼镜 到 那个电影公司 电影公司的 那个蜜蜂 叮虎头蜂 电影公司的 那个名称就会慢慢变 所以最后最后变得好 对 那个程可尚导演 就你有名字 你有名字 其实那一刻你其实还满开心的 竹朝人带来全新的纪录片手法 即使沉重 也让我们更能了解 被锁在机器人躯壳里 那纯真的灵魂 在被抽丝剥茧的家庭里 我们进一步体会未知的国度 也让走出悉悦的观众 带走满满的惆怅和深深的省思 有时候会有我们声音是说 这种人只要过多结局 可是没有选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观看